各位好,現在為各位介紹的是Python裡面的Pyro 那我們今天想要做的是一個影像處理的小工具集 我們先開一個 檔案 我們把它叫做im2 點py 既然要做影像處理,那我們就是要importPyro的這個image的 套件 所以import SYS 然後呢,接下來 From Pi Import Image 這樣 OK,那我們把一些基本常用的,我們先把它打上去 name 等於 man 那再來是如果lan 括號 sys.argb 它的長度有大於1的話 那我們在 做這樣的事情,否則的話我們就提出一些 錯誤訊息 否則的話 我們就print 這是一個提示訊息而已啦,就是說你在 之前這個程式的時候沒有給參數 參數 好,那在這邊如果成功的話,我們要做什麼事情呢?我們第一件事來做什麼 做影像的 這個大 這個resize 調整大小 好,那我們接下來呢,先產生一個menu,就是操作 清單 那操作清單上面呢,會 顯示 這個 你有哪些功能可以使用 那我們 為了縮短時間 所以 我把 原先準備好的程式碼貼上來 OK 好,那你程式先執行的時候呢,他就會 先去呼叫我們show menu 這樣的一個 函字 好,所以有了他之後,我們要做幾件事情,第一個是登比例的縮放 再來是圖片旋轉 再來就是縮圖 那各位在 很多 作業系統裡面 有一些影像 他都會有一些縮圖,那我們來產生縮圖 那再來就是套用濾鏡 那最後一個是結束 OK 好,那在這邊呢,我們來執行一下 當程式執行起來的時候 我們打 這個程式是 im2 然後我們要給參數,那我們今天的測試圖是 img 我點這一個檔 好 那各位就可以看到說,我們會先顯示 顯示這樣的一個 menu 操作清單 使用者決定 但是我們現在還沒有做到使用者決定這塊,就顯示一下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執行程式的時候呢,沒有加參數的話,他就會告訴你argument error 就是你沒有加參數 好,那比較好的是他還顯示說,除了顯示argument錯誤之外,還要列示一下 真正的用法要怎麼用 要再做底下的說明 好,那 各位呢,有空可以去補一下 好,那我們有了這個訊息之後,我們接下來是要判斷一下,如果 我們現在收到一個訊息op 來自於什麼,input 使用者的 selection 好 我們這邊呢,就讓他顯示什麼 你要選擇的功能是哪一個 然後再按照這個功能來判斷一下,如果你的op 等於什麼 1的話,就代表什麼,我要去呼叫一個程式 那這個程式呢,假設叫做resize 好,那resize的時候呢,這個 函式呢,我們就要去寫他 好,所以我們來寫一下 Define一個resize 然後呢,我們要imgname 我們要傳入 影像的名字 然後呢,接下來再去做其他的 過去的操作 所以從這邊 你要丟一個image的名字過來 那這個image的名字來自哪裡 顯然是我們剛剛的sys.argument 第幾個 第1個 各位還記得 我們在 這樣的 寫法上面 這個是程式執行的檔案 所以他是0 所在的位置是0 那這個呢,所在位置是1 所以要取 取得1的位置 OK 好,那有了他之後他就去呼叫他 好,那我們先來做簡單的測試 好 好,那我們來執行一下 如果我選1的時候,他是不是就會跳去這個方選這邊 這個函式這裡 他就可以執行 好,那我們接下來就看 怎麼樣做 才可以達到我們要的這個 resize的一個動作 好 那一樣的,我們在這邊顯然就是要開檔對不對 好,那要開檔的話,我們是要先try 還記得我們之前有講過,萬一這個檔案不存在,你給錯檔名,他要 總是要提出錯誤訊息,讓使用者知道嘛 Try,相對應的except 那錯誤是什麼 叫做file NotFundError 好,那我們給他一個假名 這樣子 好,那我們再把它print出來 針對剛剛的假名 這樣子,他就會把錯誤訊息提示出來 那try裡面,我到底要看管什麼事情呢 看管就是開檔 所以我們的img 他等於來自於什麼 Image 點什麼 open 開檔了 開哪一個檔 就是你剛剛傳進來的這個img 這個 好,那開檔如果成功的話,就沒有 沒問題嘛,那如果檔案不存在,他就會 被這個except fileNotFund抓到,抓到之後就把錯誤訊息顯示出來 好 那我們讀進來之後,我們先顯示一下 目前 目前的寬度 高度 高度是多少 那我們要怎麼去取得這樣的資訊 很簡單啊,我們就打img 然後呢,點size 好,那他就會取得他的這個 寬度跟高度 好 來,我們 執行一下看看 選擇1 好,那這邊就出現他的寬度是這樣子,高度是 3024 好,這就是他的什麼 目前影像 好,讀進來之後的大小 好,那有了這個之後,因為我們要縮放 所以 如果要等比例的話 我們就是給他 好,讓使用者去輸入你想要的寬度就好了 那高度的話,我們自己透過公司來算 OK 好,所以我們要先取得使用者他想要的 新的 寬度是多少 好,所以我們就 讓使用者輸入 Input 好,Input的什麼呢?提示訊息是 使用者必須要輸入new with 好,然後呢 那使用者輸入完之後 因為他是Input,他收到的都是自串 那自串呢,轉換成int之後放在這個 那接下來我們要算到一個ratio 那這個ratio就是 比例的問題 就是到底我們這樣子算是原本的這個 寬度的多少 所以我們就是用這個 計算一下 首先呢,我們先把它轉成float 這樣去運算呢,他的這個精準度會比較高 所以float newwith 然後呢 用誰去除他?用原本的 好,所以im. size img.size 然後呢,他有兩個,他兩個數字 第一個呢,是寬度 第二個是高度 所以我們就去取第0個 這個 中括號0的意思就是 取with 就是我們剛剛出現的這邊 4032的值 他就把他0 這是0 這是1 我把0抓出來就會在這邊 所以我們用原本的寬度 我把你新的這個 這個寬度呢,除掉 那你就知道他比率是多少 好,那有了比例,我們是不是就可以去算new 什麼 hi 那來自於什麼 我原本的 我原本的這個什麼img.size 那0是寬度,那是不是就是1的話就是高度 好,然後去乘上ratio 對吧 那乘管之後他可能是小數啊 那我們 在影像上面 Pixel數是沒有 小數的 這邊要特別注意 所以我們必須要把它轉換成什麼 整數 好,所以從 小數的部分要轉換成整數 好,那有了新的寬跟新的高,那接下來我們做什麼事情 我們就產生一個新的 resize 被 放大或縮小後的影像 那他的值呢,怎麼樣去,他的這個影像怎麼來呢?就是img.size 這個 好,那resize的 參數,我裡面就是要給他 一組新的 寬跟高 新的寬 new width 然後new什麼 hi 好,那有了這兩個參數之後,還有 另外一個參數呢,這個就是你在放大縮小所使用的這個 演算法 那 那 各位呢,可以試一下,用image這個類別 去取得,那你可以看到他有幾個演算法 各位呢,可以分別去試一下他的效果 一個是呢,bicubic 就是 這個 二立方體 二立方體的這個,雙立方體的這個演算法 好,那另外一個是by linear,就是雙線性內插法,去補他的這個插子 這種呢,比較明顯是在放大 放大的時候,你在填補 缺失的 原本沒有的像素質的時候怎麼補 好,那各位可以去看一下,那by cubic的這個 出來的效果呢,會比較漂亮 那by linear的話 效果也不錯 所以大家呢,可以分別去試試看,看哪一個對你來講是最適合你的 那我們在這邊呢,選by linear的方式,來讓他跑跑看 好,那這樣你就會得到一個resize的之後的image 然後我們就 把他 印出來 這是提示訊息,告訴人家說 新的image Size是多少 OK 好,那我們就是把 resize的 image.size 這樣子呢,他就可以把新的影像 他的大小呢,顯示出來 好,那我們如果說接下來要把它儲存 主存起來 主存起來,那我們就是 image.size image的名字 他來自於什麼 我們剛剛的image 還記得我們之前的 名字的取法嗎?我從前面開始一直到 複式之前 就是.jpeg 或是.jpg 那在這邊他的附屬檔名是.jpeg 所以我們要 -5 好,那這個就會有個問題啦,那有的是 三個字,有的是四個字,那怎麼辦 所以我們有一個做法,就是你可以去找 點在哪裡 OK 好,那找點的意思就是 等於什麼 image name 點 index 括號 然後呢,這個點 所在的位置 好,所以我們就從這邊開始到哪裡 到這個 .index 這邊少了1 好,那在這邊呢,我們 先測試一下 他得到的這個.index 值是多少 好,那我們來 好不好看 選擇1 新的 寬度假設用600 OK 好,那他的 位置是在8 那我們來算一下 0 1 2 3 4 5 6 7 8 所以 Dot的點就在這邊 8 所以我們就是從0開始到Dot 這個index 這邊 為止 然後再去串接什麼 因為我要再加一個標示 不要把原檔給 蓋掉 所以我去串接一個新的字 比如說 底線resized 然後之後我們再去串接什麼 串接原本 這個檔案 的後面的名字 好,那這個名字呢,我們就是從這點 起始 Dot index 開始 然後到 後面 全部 好,所以到這邊的話,我們可以去先觀測一下 我們的名字的 這個設定呢,是不是跟我們預期的一樣 好,那我們再跑一下看看 好,選擇1 600 好,那你就可以看到說我們原本的檔名是這個 img1760.jpeg jpeg 那經過處理之後,變成img1760 然後再加一個resized.jpg OK,所以這樣子就 達到我們預期的這個名字 好,然後呢,我們把它儲存起來 所以我們等 new img 我們不是用這個,我們是resized的 resizedimg.save 好,那存檔的時候是用什麼名字 new img name 這樣子去儲存它 好,那這樣子他就可以把它儲存起來 然後呢,我們可以 nice一點,我們可以再加一個 提示訊息 resized img img is saved res 好,就是給告訴你說新的名字是什麼 new img name 好 那你可以再多一些空格 換行去讓那個距離呢 才不會像這樣子 很擁擠 這樣子 好,那我們來執行一下看看好選擇 第1 然後呢,這個 寬度呢,我們假設用700 ok ok 好,所以各位就可以看到說我們在這邊 準備這個 這個是剛剛的測試圖 然後這個是resize之後的 那怎麼看得出來呢,我們可以 用這個 檔案總管去看 透過檔案總管去看他的size 是比較準 好,那我們從這邊來看一下 好 這是resize之後的 所以明顯小很多,讓他的 這個影像大小是700x525 那原始的是 4032x3024 那光看檔案的大小就差很多 所以他的確是縮小很多 從這邊我們可以發現的確呢 我們的這個程式有把它做 resize的動作 好,再來呢,我們從 這個 工具集裡面,我們第二個工具呢,是要做圖片的旋轉 圖片的旋轉 那我們 圖片要怎麼旋轉 好,那圖片的旋轉的話,顯然我們要再寫第二個 如果 如果 op 等於2 我們要做rotate 旋轉 然後我們就 假設有一個 叫rotate 那一樣是把名字弄上來 那我們要建立這樣的 韓式 我先把它call下來 然後把名字改一下 好,這是做旋轉的 那這個 部分呢,我們來看一下 rotate的時候他有幾種 我們可以去操作的 因為他有旋轉項目蠻多的 那你可以去 做進一步的選擇 比如說 有空格大一點 好,你有了這個影像之後呢 你可以選擇 讓使用者去選擇 我是要 左右翻轉呢 上下旋轉 或者是旋轉90度 旋轉180度 出路之類的 那你可以 針對上面的選項 去做 你都要進行操作 OK 好,那接下來呢 就是一連串的if then else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就是 OK1 那你選擇上面的動作之後 那我們這邊呢 是imaging 好,那我們有了這個 之後呢,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rotate 那我們用的 這個 韓式名字呢 叫做 Transport 好,那 在 Pillow裡面他還有另外一個指令 叫做 Rotate Rotate 好 那如果說 你是 那如果說你是要做影像的這個 左右翻轉 第一個是左右翻轉 所以你就用imaging這個類別 然後呢 點什麼flip flip就是翻轉的意思 翻轉 左右 所以他是左右翻轉的一個 常數 在這邊 所以你用transport 後面 帶這個參數的話,他就要幫你把影像做左右翻轉 那如果是2的話,一樣是flip 然後是top跟button 就上下做翻轉的動作 那另外一個呢是transport 這個rotate 90度 transport 那他就會往左旋轉 變90度這樣子 好 那我們剛好提到一個 就是 就是 我們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我們剛好還有一個指令 剛好跟各位介紹過就是 他會可以用什麼rotate 我們來測試一下 好,那你如果是用隨便的 我們剛剛看到的是90度180度 然後他間隔都是90度 但是如果你要 旋轉個45度怎麼辦 那你可以用rotate的方式來做 或者你只是要旋轉個27度也可以 那你就是要去輸入 所以呢 如果說 你今天使用者輸入的是其他的 旋轉角度 對不對 那你就要讓他去 輸入一個 他的幾度 所以 Rotate Degree 好,他等於什麼 int 括號input 那你可以提醒他說你要輸入的是 是多少 讓使用者去輸入 輸入完之後呢 他會轉換成整數 所以你就會有一個轉換後的一個結果 好,那我們剛剛有講過 在image裡面 他要除了transport之外 他還有另外一個 就是什麼 點什麼rotate 好,那rotate之後裡面要給的是一個 angle角度 那他的這個 呃 值呢是float 所以我們剛剛這邊呢 要給他的是一個float 這樣子 這樣子 好,那你就可以把這個呢 Degree放在這邊 OK 好,那你在這邊就可以去存檔 那你可以 說我要的是一個 串結一個rotate的這邊極度 可以再去加一個 把這個str 把誰轉換 把這個 rotate Rot Degree 我把它轉換成 自算之後去串接 所以你會有這個 好,那有了這個之後做什麼事情呢 我們要把它存檔起來 我們把它存檔起來 好,那存檔的部分呢 我們剛剛已經有 新名字的 取得這邊 那我們就用 剛剛的 好,那我先知道這個,然後我就會可以取得一個新的 名字 然後呢,我現在要把它儲存起來,我們針對的是哪一個 這個 好,我們剛剛上面都是 這個 Newim 對不對 Newim 好,上面各位可以看到,选轉完之後的名字都叫Newim 所以Newim Safe到New Safe,然後這是什麼NewImageName,就是上面這個下來的 好,那我們再 講一次 首先呢,你在這邊列示一下 顯示一下你的次選單 第2個選單 好,那第2個選單來,我們看第1個選單的這個 第2個選單裡面的第1個選項,左右翻轉 那指令就是用Transport 然後呢,Flip 然後呢,我有個 名詞在這邊,STR1 好,然後這邊是這個 上下 上下 翻轉 再來是旋轉90度,一樣是用Transport 然後旋轉180度跟旋轉270度 那除此之外,我也可以任意旋轉 所以我 多了一個叫做 RotateDegree讓使用者輸入,輸入完之後,我會得到一個STR1 那這個STR1呢,因為我們 不是像Resize這麼 一致 因為我還有旋轉不同角度,我希望能夠呈現在我的新的檔名上面 所以我就把STR1加在這邊 那這個呢,新的檔名,這是把原本舊檔名到 據點之前的抓下來 然後去串接新的,我們剛剛的這個標示 之後呢,我們再從據點之後的抓出來,把它串接起來,就得到新的名字 然後我們就用這個新名字去儲存 所以我們這邊用 RotatedImage It's saved us 已經儲存檔到 哪裡去 新的檔名 這樣子 好,那我們來試一下 現在第二個選項,圖片旋轉 然後呢,我們如果做上下旋轉 上下翻轉的話 他就告訴你說有一個檔案 叫做Image 1760 Flip 我們看一下有沒有這個檔 1760 Flip TV 他就已經上下翻轉了 他就的確得到我們要的效果 好,那我們再來看一下旋轉 所以2 旋轉,假設我旋轉這個 270度 那我們就看一下旋轉270度之後的效果 就長這樣 這樣可以嗎 好,那比較特別是我們剛剛講的6 R的部分 你要旋轉多少度 這個呢 各位可能也會很好奇 就是說如果Rotated 他可以給任意數字的話 那我為什麼還要有一個Transport Transport 裡面還要有這個什麼Image點 這個Rotated幾度的這個狀況 那我現在就跟各位講 選2然後選6的話 比如說我要選旋轉35度 好,可以看一下35度的效果 在這裡 這個旋轉35度的結果 各位可以看到這邊有 被切掉的 然後有一些什麼 黑 黑框 好,那我們一樣來做一件事情 剛剛我們旋轉了270度 270度 那我們如果說一樣的 透過 2 6 然後打270 各位有發現嗎 一樣是做270度的轉換 在270度的這個 用Rotated的指令 他會有黑框出現 旋轉完有一些地方他填不滿 甚至有些會被切掉 所以他是 原本的Size 然後把圖做切換 做轉換 旋轉 旋轉轉完之後沒東西補的 就是補 就是補什麼 補黑框 所以如果你是要整個圖 旋轉完之後還是維持一樣的Size 那你要用的指令就是用Transport 各位這邊可以看到 如果說你要轉完之後沒有黑框 沒有黑框的地方 那上下呢也都是完全呈現的 那你在使用的時候就是要用Transport 那如果說你 沒有差 你旋轉完你其實只是要中間的部分 那只要出現黑框你比較不在乎 那你就可以用Rotated Rotated270 這個 這個呢就是Rotated270之後的效果 就是旁邊呢有黑框 然後上下被截掉了 因為旋轉完之後上下 跑出範圍了 就被截掉 所以在這邊呢你看城市碼的部分 你用Rotated 這個指令 沒有錯那是可以旋轉 但是 有東西又被截掉 到這邊這樣OK嗎 這是旋轉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到這邊了 我們來看看 我知道了 然後現在太鬆ぽ了 就沒看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